我是建议你这边有个register register就是注册 注册的好处就是说 以后注册也非常简单 你的email信箱 账号就是你的email 然后password两次 register就可以了 比如说像我login 那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那个网址写错了 你可以编辑 重新就不用重新再加了 不然的话我看同学 做错又再一个 做错一个再一个 那你变成说 而且你做过的网址 你也记不下来 另外的话呢 那个网址 可能有一些 你想要知道说 到底有没有人点选 或者点选几次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知道说 到底有没有人点了 你的那个 就是那个连结 所以gg.gg 我建议你先register OK 注册嘛 然后再login login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账号密码打进去 是打错了吗 是打错了吗 密码 应该是密码打错 好 那我就login了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的话就买link 我之前做过link 不过像我的习惯是 我那个shooter的时候 我大部分都会选这个啦 就是cast my link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自己选 我那个连结的名称 所以刚刚你们 连到我那个gg.gg后面 蛮好记的这个 其实我自己想出来的 因为要cloud 有没有 cloud to app 这个是我自己 用那个什么呢 gg.gg里面的cast my 那个link 那个选项 这边打勾 然后可以给一个 你比较记得起来的 那个网址 再来那个买link里面的话 我是建议以后呢 你如果要长久使用它的话 以后呢 你假设那个网址做出 因为刚刚同学有错了 对不对 那之前的那个网址 你就不需要再重新 再建一个 你就直接怎么样 点那个mylink 这个mylink 这里面的话呢 就会显示 你之前做的连结 那当然你也可以做修改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它跑的真的有点慢 OK 那比如说像这个网址 这个是你现在的网址 然后呢 它对应到哪一个 另外的话 点选的 这个hits的次数 它会显示出来 所以我可以看说 哪一个网址 有没有人点选 那点选几次 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以出来 另外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这边有个mall mall的话呢 就是说你可以点进来 这边有个叫什么 edit 就是编辑 编辑你的连结 这边就可以 比如说你要修改这个网址 你就edit它 然后把这个网址 把它重新贴过 然后按一下update就可以了 update的话就是更新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网址删掉的话 这边就有个delete 也可以用delete方式 去做一些网址的管理 因为刚刚刚好有同学 遇到那个就是 那个交那个档案的这个问题 所以请各位就试着把那个gg.gg的部分 也许如果你没有注册的话 请各位就是先注册一下 以后我看将来呢 我们要缴交作业的话 通常也都会用到这个网站 帮我们做转尺 跟产生QR Code 那不如你们就是直接在那个gg.gg里面 先注册一下吧 那最近一次我刚刚提过那个JR PASS 其实就到当地可以去领 然后它长得就像这样子 它有点像一个护照 反正你就到那个JR的车站 你就给那个站务员看 它就可以让你直接就通关了 那如果你要做自由做 反正就直接进去就可以排队 那如果你要有化位的话 你可能要到他们化位柜台 就化位 你就可以去做有指定的位置 反正价钱是一样 不过通常那一定要先把位置先化好 而且东北有个问题就是 它很多的那个新干线都一定要有位置 你没有站票的 也没有自由做 所以像我们有一次遇到 就是我们本来想说自由 结果我们那个车都没有自由做 所以不能上车 所以一定要先就是要先化位 那当然你可以参考也是Google地图 我觉得这个Google地图在日本用这样 这个电车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我们就是大概花多少钱 其实我习惯也会记录 哪一天的点几分 甚至搭了多少时间的车辆 然后做什么车型 我这边都有做一个记录 其实还蛮清楚的 那其他的话呢 就是一些相关去的地方 那一些分享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但是呢 旅行当中 其实难免会有非常刺激的经验 比如说呢 像我们去日本的最后一天就发生了一件 让我觉得心脏快跳出来的事情 就是我们即将去机场的前三个小时 即将要回到饭店取行李的时候 我太太跟我讲说 糟糕 说什么事 他说钱包掉了 我想说钱包掉了 还好啦 钱包掉了 护照不要掉就好了 结果后来接着跟我讲说 护照也掉了 结果呢 天哪 听到护照 在国外护照掉了 简直 你钱掉了没有关系 你还上了老飞机嘛 有护照 反正我们飞机票都买了嘛 但是如果你没有护照的话 那就完蛋了 然后我就说 那护照我们在掉哪里 记得吗 他说可能是在 因为我们去一个Ion的 不是饭店 Ion的一家超市 百货公司 然后可能在负账的时候 他把那个钱包摆在旁边 要拿东西 他忘了把它取走 结果我们火速 那时候整个都吓呆了 因为那个百货公司 离我们那时候的位置 大概来回 至少还要两个小时吧 那我们距离飞机起飞 还有三个小时 那飞机check out 最后的daylight就是50分钟前 一想到我就想说 第一个念头是 算了再住机 再玩几天吧 就是 因为反正飞机都飞走了 你到现场你也是白赶了 再不然的话 就是说好吧 拼拼看好了 如果说赶上飞机的话 那就算赚到了 因为机票要重买的话 哇那很贵的 对不对 所以干脆就读读看了 于是我们就真的冲了 真的是 有点像回想起 有点像我年轻时候的那个冲进 真的用跑的用冲的 真的我们就火速 跑到地铁站 然后刚好呢 等了一下火车 马上车 上车之后呢 到了那个地方 马上冲到那个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们到那边呢 回程的火车 大概只有10分钟吧 也就是我们要确定 有没有拿到东西 有的话赶快拿了之后 再冲到车站 赶快再搭回程 才来得及 所以呢 我们就冲过去 然后马上问 还好日本人真的非常 对那个 还蛮认真的 他就帮我们把它包在一个膜里面 然后带我们去一个地方 拿了东西还要签 确定还是有啦 还是 但是我们想说赶快 你不要啰嗦 但是不能这样讲 不能这么没礼貌 我说赶快拿了 拿了之后 第一时间怎么样了 就马上往回冲 真的哦 冲到车站哦 真的我是用跑的 我太太用跑的 冲到车站刚好 你知道吗 刚好上了月台 车刚好在那边 然后刚好我们一进去之后 门马上关起来 这感觉好像拍电影 这个完全不是吹牛的 真的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就火速呢 回到了饭店 因为我们行李在饭店 饭店刚好离车站 大概六分钟的路程 我们就赶快跑到那个饭店 然后请那个饭店 帮我们叫计程车 因为我想说 如果搭地铁的话 可能会快 但是还是慢一点 搭计程车会不会快一点 于是他说五分钟之后 我计程车 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想说 那要不要直接跟计程车司机讲说 我们在赶飞机 请你开快一点 对 知道怎么讲不知道 不过还好我太太 她蛮厉害的 她已经先把那个 打在那个手机上 然后翻译成日文 给那个计程车司机看 不过第一时间 一上车之后 我发现应该来不起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计程车司机 大概跟我阿公的年纪差不多 大概差不多七十几岁吧 然后白发苍苍这样子 不过还给他看 他看得懂 但是他真的很认真 他真的有帮我们改 就真的开 踩到 没有啦 没有那么夸张 然后呢 我们剩下的时间 真的只有大概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又二十分钟 所以呢 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内 一定要赶到机场 如果没有赶到的话 我们飞机就飞走了 也上不了飞机 结果那个计程车司机 真的还蛮好心的 他就真的赶 赶到那边刚刚好 到门口剩下五十分钟 然后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呢 因为他们的计程车费太贵了 钱贷不够 对 后来发现我们现金不够 然后呢 还好啦 对 真的 本来我们想说 他上面只有贴 可以用银联卡 但是没有说可以用Visa 信用卡 所以后来还好给他 他刷了 但是我还赶快东西行李 我太太付钱 我赶快拿行李 我们用冲的 那我们就是用非常快的速度 而且呢 我用非常 真的用冲的 用赶的 真的就跑跑跑到柜台 然后呢 已经看到他们已经关柜了 但是很神奇的 因为他看到一个中年大叔 又这么胖 然后居然这么拼命 他看了真的不忍心 于是呢 我都还没开口 他马上就把那个柜台又打开了 真好 对 我想说哇 看到天使了 然后就把那个护照给他 然后我们就check in了 感觉好像又真的又 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旅程里面 本来是想去看学的 感觉 不过最精彩的应该是最 最后那个关头 真的 这辈子也没有那么拼过 我记得以前当兵的时候 这样 之后再也没有 太拼了 不过还好 这运气非常好 在最后 因为其实大概 我们到那边 已经剩40分钟了 所以他还让我们check in 所以这个当然 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当然就是 不过也算一下 其实台湾的健身费 真的还算便宜 因为我回来算 真的台湾的费用 大概如果同样的距离 只要三分之一的价钱 在日本的话 要三倍的钱 OK 不过当然他们有 有他的贵的道理 还有他的什么呢 后来发现他贵 还有那个什么 高速公路 因为我们走高速公路 那高速公路的那个过路费 后来我发现 回来之后发现 台湾的高速公路的费用 实在是很佛心 真的 那边的话一公里 他们大概是 台湾的8.4倍 台湾大概1块2吧 如果打折大概1块钱 那边大概8.4块 OK 一公里 哇塞 比那个油钱还贵 所以如果到日本 假如你要自驾的话 而且要上高速公路 你可能要考虑这一点 那个高速公路的费率 实在太贵了 那我希望就是说 你们最后利用Google地图 当然我这边只是一个 我的一个历程 那我主要是希望说 你们可以利用 Google地图的几个功能 然后把你的旅程 第一个你可以先预先规划 那规划的方式的话 也许你可以先怎么 比如说你想要去太鲁阁 那怎么去 也许你可以先从这边 打上那个关键字 也许太鲁阁 那太鲁阁哪里 或者是游客中心好了 那你可以怎么 先这边有个规划嘛 他会自动帮你规划一个行程 如果你是开车是这样子 如果你是坐火车 大众运输的话是这样子 他会跟你讲说怎么转车 光看到就晕了 这走这么多 OK 如果说你要走路的话 应该没有人这样吧 他还跟你讲说你要走138公里 138小时 而且他还跟你讲要走这边 为什么不走这边 可能舒嬷不能走 也不是不能走吧 只是危险而已 或者你要骑脚踏车 无法骑脚踏车 无法坐飞机 OK没有航班 那所以呢 请愧就第一个 利用这种Google的 看怎么去做一个行程规划 当然如果除了Google之外 他有更好的App 或者更好的云端功能 那请各位 就是去找 那相关的服务 不一定是Google 如果你Google 比较好 比较清楚 也许你可以用这个功能去做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在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那当然 请各位利用什么Google地图里面的几个功能 包含什么 时间轴 这个时间轴就是你整个走完之后 那请你告诉我 你这个一整天 你觉得那个时间 比如说我那一天是2018年的12月 比如说我这边有12月的几号呢 12月那天有20吧 我印象很深刻 礼拜四 那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我可以回头看 你会发现他马上告诉我 我去的这些地方 而且非常清楚 有没有 连我坐计程车啊 怎么坐这边 其实都有一个轨迹哦 所以他还会告诉我说 那一天我坐了飞机 坐了多远 坐了几个小时 那坐地铁 其实坐蛮远 其实我们有坐渡轮 渡轮是左这边 这边有 其实我们是去到这边坐渡轮 然后去那个什么 松岛的 去看那个松岛这边的一些 这个岛啦 那当然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我们遗失那个护照的地点应该在这边 在本岩府 OK 这边 其实这边三一大地震其实蛮严重 OK 里面的话他因为我有照一些照片 所以他也会把照片放进来 并且增加那个 其实看这个松岛做渡轮 其实还蛮漂亮的 就是一些小岛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请各位 利用那个Google地图里面 除了时间轴之外 时间轴它可以帮我 就是了解过去我跑过的地方 不过可能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说你在使用这个时间轴的时候 一定要打开你的GPS 就是手机本身的GPS 而且要就是跟那个网页一样 要登陆Google帐号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呢 请各位利用那个什么 你的贡献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开启这个功能 你的贡献 刚刚是你的时间轴 所以规划行程 时间轴是知道你这个整个走过 那你的贡献的话 这边你可以把它点进去 只要你去过的地方 请各位就是稍微做个评论吧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在地想导了 在地想导的话 像我目前的等级是第九级 那到底当然第十级 那里面的话我目前分数是五万多分 第九级 然后我的评论是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高分呢 其实最主要是几项 其实我好像评论六百多次 评分好像三 最多应该是这个吧 相片 因为我传了三八千多张 解答也非常多 因为他会一直问问题 这边 这边什么 有没有停车场 这边好玩吗 这边他会一直跳 我就回答 一直回答 OK 然后另外的话 我也可以知道说 我的评论有哪些评论 去过哪些地方 他会秀出来 所以这边都会秀出来 这边也会秀出来 这边也会秀出来 整个地球 其实我会希望说 全世界有都插旗 全部都去过了 然后另外的话 其实这边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有一个 这个 这边有一个圈圈 这个是我儿子 那因为我儿子 也被我 就是有装了一个APP 这个APP蛮推荐给各位 叫Google的Family Link Google的Family Link 也就是说呢 我是家长 我用家长版 他是儿童版 那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呢 我可以限制他 手机的使用状况 还有呢 他目前在哪里 我也都知道 比如说他现在在学校 我就知道说 他的location在这里 所以如果是你想要知道 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就说你手机借我一下 你帮他装这个Family Link 对 他的所有行踪 还有他目前使用 使用的手机的APP 或者是说呢 他曾经做什么动作 手机上都会显示出来 那你记得一下 你要装 哪一个 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 不过你们不要乱装 不然到时候出现在新闻 新闻上面就不好了 那个叫Google Google Family Link 就是我是在杂志上看到的 有个Google的Family Link 其实你打一个Family应该就出来 Link OK Family Link Family M-I M-I Family 打错了 建议 Family OK 对 好 这边就出来 有没有 这个东西 OK 记得不要乱装 一个是家长版 所以你们记得 如果你是家长的话 你就家长版 如果你是小孩的话 那就是儿童或青少年版 OK 不过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家长版的评分很高 有四点多颗星 但是儿童版 只有两颗星 为什么呢 而且底下 这个是分 分 还要写什么 垃圾 真的 看这个就知道 这个 愿念深重 真的愿念深重 OK 现在还不能删 不能删 完全不能删 好难 真的 新少年版 好好笑 因为我儿子就曾经 曾经因为我 把他装的这东西 他非常生气 他曾经暴怒 整个情绪已经崩溃了 我没有办法 我说这个是一种 你如果用手机 你就要 就是遵守我的规则 OK 不然我不可以用手机 就这样子 后来他也能够接受了 不过其实 我会装这个东西 多半是出于一种 一种 我对他的那种 我是觉得说 我给你用 但是 我要 有一个 有一个规则 我不能说 给你一直不断的 无止境的一直使用 因为他一直玩手机 一直玩游戏 我觉得这不是OK的 所以 你们如果 当然 你们应该没有这种需求 不要乱装 不要装在 你的另外一半 那个手机上 结果你装 家长版 他装 七少年版 OK 你可以拿一个手机 试试看 这还蛮好玩的 我这边可以 我可以看到 我儿子的一个 所有一切 OK 这还蛮好用的 OK 这额外分享 另外就是说 请各位 就是把这些 另外的话就是 Google在地相导 以后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说 在这边上面 就是加一点东西 当然如果你目前 等级太低 也许就算了 不过我是建议 如果你有可能的话 你就尽量去提升 你的等级 一直到期末的话 假如你的等级 已经提高很多的话 那当然这部分 我可以是一个 加分的要件 OK 当然是评分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能够做什么 其实不是很重要 比如说我这边 我的Google的那个相簿 我发现 这个Google的地图 其实目前观看的 次数还蛮高的 那每天每天呢 其实它可以按照日期 去观看 我曾经去过哪些地方 或者是可以看说 到底哪些照片 是大家最喜欢看的 你会发现 这还蛮有趣的 我偶尔也会想要知道 到底大家 最想要看什么样的相片 那第一名是什么呢 我去台中的这个餐厅 原来是一张什么 我吃pizza的照片 这张照片 观看次数已经四十几万 有什么特别吗 对 树的pizza 因为我吃树 我吃树 OK 公园眼科 去过嘛 郡宝贝 这也没什么吧 这个是西门町的一家餐厅 这家还不错 然后这个是新灾桥 这是清水公园 暖暖 这在基隆 这张有特别吗 就一个桥 OK 可能是角度问题 这也是基隆 这个向日葵在北海道 因为 其实在日本 你不能随便拍照 可能他问人家 可不可以拍照 我们有礼貌心问一下 结果他说OK 所以他们就让开了 他们 我本来是想要拍人的 他们本来在这里 两夫妻还蛮有趣的 OK 然后还有去泡汤 然后这是 这应该是明治神宫站 这是长崎 长崎 这蛮值得去的 我觉得 如果你没有去过长崎的话 可以去一下 这个地方蛮推荐的 其他的话大概这些 OK 那请各位就是针对我刚刚讲的三个部分 去利用科技写一个邮寄出来吧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作业可以不用急着马上交 不用 看大概给各位几周的时间吧 因为再来的话今天是14号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 下下 大概再来到4月4号刚好那一周休息 因为是那个 那个清明年假嘛 所以在清明年假那之前 请各位 花一点时间利用Google地图 或手机APP 规划一个旅游行程 然后请你把那个旅游行程记录下来 那记录的重点 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第一个主要用Google地图 第二个的话 其他的云端和APP 你可以把它加进来 透过这些科技的手段 你把它写一篇游记 主要是科技带来的影响 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你这个APP里面 最好是有图有真相 请你呢 把那个 那个 就是你用的那个画面 把它拍照下来 应该会吧 拍画面手机上面的画面截图就可以 那另外的话 有一个部分是说额外加分的 就是说如果你去到那边 请各位也善用拍影片 因为后面我们会结合YouTube 所以请你把那个影片 也许拍一些影片 然后之后的话 我会希望说 你把那个影片放在你的YouTube上面 OK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没有 反正是 廉价刚好要出去玩 所以把时间往后一点 对就是廉价之后 廉价那一天我们不上课啊 对啊 所以就是只要交的时间 可以再往后 对啊 那就是 之后的一周好了 4月 你说4月11那周的再下一周吗 就是廉价之后 廉价之后 对啊 就是因为4月4号 后一周啊 就是4月4号的后一周 OK 所以尽量多用这些工具啦 那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你们透过生活 然后也可以真的实际应用 然后呢 累积这些经验 未来如果工作上也会用到的话 那刚好 可以互相 可以搭配在一起 另外我是还蛮建议 各位就是说 利用这些科技手段 以后其实有蛮多新兴的工作 它会有这种需求 因为我发现 现在的导游 我觉得已经是传统导游 为什么没有一种科技导游 它可以帮你怎么样 随时变更形成 随时告诉你哪些地方 是真的非常好玩 一定要去 而且是用科技的手段 那未来可能慢慢会有 这方面的工作需求 导游可能也要升级 升级成什么 跟手机的APP 还有云端 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这方面导游 否则的话呢 感觉以前那个导游 真的跟团 真的好无聊 所以我去 跟团之后 我再也不想去了 除非说可能有老 有家里有老人 有小孩 那也有跟团 不然的话我说真的 自由行好玩太多了 OK 所以未来其实还蛮需要 有类似这种 懂得科技的这种导游 科技导游 OK 那未来可能Google 我觉得他应该也会用 AI人工智慧 做出一些类似这种东西 也就随时告诉你 哪些地方好玩 然后呢 你怎么坐车 然后怎么到那边 消费情况如何 大部分人觉得那边怎么样 适不适合你 那另外因为AI 有一个优点就是说 它可以随时了解你的需求 所以呢 它有点像是 那种随时记录你的一些喜好 没办法 AI 所以可能会隐私的问题 但如果撇开隐私的问题 它是非常好的一个 一项技术 也就等于是说 你手机就是你的总管 随时一切 它会自动帮你规划好形成 然后你要去就觉得满意 你也不用动脑筋 OK 那他多好 只是说 这项技术还在发展当中 未来如果有这么好的功能的话 恐怕很多人会失业 当然 一个失业就会有另外一个就业 可能会有需要就是 把这种东西创造出来 那一群设计师 OK 所以剩下的时间 请各位也许花一点时间 规划一下你的旅行吧 不妨可以藉由出去走走 实践 就是在实践当中学习 因为有的时候说真的 我本来也不会很多事情 也不会用 但是其实用了之后才知道 其实有些地方该怎么去操作 另外的话 为什么会选定那个Google地图 其实你会发现 Google地图里面有蛮多地方 跟现在最新的科技 是完全衔接在一起 也就是目前像最新的人工智慧 AI的部分 Google已经把它应用在Google地图上面 另外的话还有像所谓的机器学习 神经网路深度学习这些 其实也在Google上面可以看到验证 所以你越用 你会越知道说 原来现在最新的这些科技 其实都在你身边不断地在萌芽 而且不断在发展 那如果你懂了这些相关的技术 还有你有概念的话 并且加上我们的一些人文素养 其实人文素养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AI如果没有人文素养的话 其实用起来就是很多地方就不顺 如果也可以结合进来的话 相信你可以创造出一个很新的一种 我想一个新的体验吧 所以旅行的话 为什么一定要像以前这样旅行 旅行难道一定是要那个样子吗 为什么不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旅行 都给我一些不同的体验 所以如果你出去走走 你可能会发现 其实外面的世界真的在改变 这样我去泰鲁国我才发现 哇原来那边电动车 电动公车这么先进 OK所以蛮推荐的 如果你没有到泰鲁国坐302号公车的话 可以找个时间 可以试试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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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